晨光下狮子们一字排开 盯着前方的水牛 水牛的视力很差 虽然只是隔着几十米 在微弱的晨光下 却看不清狮子们 他们慢悠悠躲着步 直到走到狮子前才猛来发现 水牛老大走在最前面 他背下了一击铃 妈呀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吓老子一跳 这牛脾气上来了 直接就开干 可后面的两小弟看到狮群 直接就走了 自顾先逃命 哪里还管什么大哥 现在领头的公牛危险他 这群狮子少说也有七八只 火力全部集中到他们身上 他一边跑 心里一边咒骂 两个不忠用的家伙 逃命跑得比谁都快 要是三兄弟联手的话 可治愈这么难看 老大脱身了 狮子们只好回过头来 重新开始对付 躲在沼泽里的两只水牛小弟 水牛们现在被困住了 这就是不讲武德 害人终将会害人 我跟着这种话 我跟着这种话 都会问你 我跟着这种话 继续吃了 感谢观看